鮮肉 今天新豆了 還要先開 好 45歲老設計師創業開產品 今天加入生烤給麻婆豆腐 今天我們做生蠔麻婆豆腐 因為我們選擇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最後我們選擇了用生蠔 因為生蠔的口感很接近於豆腐 而其他的 比如說像魚 魷魚這些等等 它的口感相差的太遠了 我們找個挑選生蠔來 總結出來有三個點 從這三方面我們就可以 挑選出一個比較好的生蠔 第一個是看厚度 厚度越厚的好 質量會越好 它的重量越重的好 它的質量也越好 然後就是聽聲音 這個比較脆 比較濕的聲音 這個的質量就是比較好的這種 這個聽到比較空的聲音 質量不是太好的好 製作麻婆豆腐 豆腐一定是先炒水 我們就會在水當中放點液 然後再放一點點黃酒 主要的作用是 取掉它的裡面的豆腐味 燒開之後就會把整個裡面的水 炒到另外一個容器當中 把它一直保持到這個溫度 麻婆豆腐裡面的麻辣鹹香糖的這個糖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這樣直接下鍋 炒個水準性的 時間炒得非常的短 因為你不炒水 它這個有些海水這些 水分會比較大 大蒜 薑 皮芹豆瓣 海椒麵 蒜苗 豆粉 花椒麵 豆翅 甜麵醬 鹽 糖 牛肉 牛肉 牛肉的水分煸乾 然後把它攪得更香 我們牛肉說是要炒到哪種程度 它基本上爛酥 炒到去有點焦香味了 它就可以了 攪回來就放這個粉豆瓣 薑 薑 蒜 這個就要炒香 加這個豆翅 加你之後小火炒香 炒香的時候馬上就倒點熱水 最關鍵的增加它的香氣 就是我們要加一點點甜麵醬 最關鍵的增加它的香氣 就是我們要加一點點甜麵醬 然後我們調味 就加一點點鹽 然後加點白糖 然後我們的湯汁只有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就加點水澱粉 煸醬之後呢 我們就把生蠔加進去了 水澱粉 汁一收 基本上就對了 川菜當中叫做 收汁涼油 讓它每塊豆腐上 都可以環繞所有的醬汁 這個時候 就要放這個蒜苗了 蒜苗一下切 稍微一翻拌就可以起鍋了 關火 起鍋 床椅 不僅僅體現在踩本身 關係 財源 戀口 八分之一 二 九個熊